郭湘出家为尼不全为杨过 而是他还有过境交代的任务 神雕虽说讲的是武林 但往神了看 说的应该是爱情故事 虽然延续了射雕的故事 但延伸出了不一样的分支 拿杨过小龙女来说 历经坎坷最终秀成正果 可以说十分的凄美 但也比较幸运 而郭湘却没有如此幸运 风铃渡口出相遇 一遇杨过物中身 如果说小龙女是杨过的命中注定 拿杨过就是郭湘的不可或缺 杨过寻了小龙女之后 郭湘的情感其实很是复杂 不仅仅是为杨过而高兴 但也为自己感到悲伤 知道自己雅根没有机会了 眼睁睁地看着杨过与小龙女退隐江湖 自己却显得那么的无力 最终也是哭哭寻杨过而不得 选择出家为尼 说到这里你应该会觉得 郭湘应该是为情所困最终出家为尼 其实杨过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而真正出家的原因应该是 郭镜所交代的任务 郭镜乃是侠之大者 最终襄阳城破 除了郭湘之外的郭家人 几乎都战死沙场了 而郭镜临终前交代了一件事 就是打造屠龙刀以天剑 分别交给了郭湘和郭破鲁 希望将来可以驱逐葫芦 恢复汉人江山 而后来郭破鲁也是战死沙场 只有郭湘拿着以天剑火了下来 灭绝对周芷若说出峨眉派秘密的时候 曾说郭湘为寻导屠龙刀而没成功 最终逝世的时候 将此列为祖训流传下来 其实这里就能知道郭湘并不是寻阳过而不得 而是在寻寻屠龙宝刀 那为啥要出家呢 因为阳过伤心欲绝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就是因为郭湘身份特殊 乃是郭镜的后人 朝廷对其虎视眈眈 所以郭湘伤心欲绝之下 为了包存实力选择退隐额眉山 创立自己的势力额眉派 为的是保存实力东山再起 完成父亲郭镜的遗愿 所以说郭湘出家并不全为阳过 而是郭镜交代的是 郭湘要努力地去完成 今天市井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